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度作副 elemental DOUGLAS COPYRI어난交 отвеч 各位 我าでは1月 gevra 开始是这么一年 2011月尾僵 我在猪毛的那个茶室 遇到一个华人 那个老权 他说他有一个马来老板 他有600亿某的相调员 要给我做 然后他就介绍他老板给我认识 然后他们一直向我讨钱 讲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又要申请什么什么 总共是先前跟变印的拿了60钱 后来我叫他带我去看那个地方 他是打印了 到最后他也就是 推辞 我已经是给人家受骗了 我就问他 你拿你那副亚兰来给我们看 我要去查 他讲不可以 我说为什么不可以 如果是真的你怕给人家看吗 你福音来我去土地去查 这两个老权 他很聪明 他每次都 用不同的故事 来哄我 那个马来老权他讲 他爸爸是拉肚 他现在 苏丹 霹雳苏丹已经疯了 他是王室的拉肚 而且 一直还向我讨钱 我觉得很不对劲 后来我向他讲 我不要了 你还回钱给我 他不但没有还 他还用粗话来骂我 而且恐吓我 到了最后我去报警 那报了警之后 到现在有准一年了 也没有什么下文 而且我们也去投诉过很多部门 可是什么回应都没有 那个警察区 我投诉十次都有去过了 可是他一直讲 交上去了 给那个 祖宫馆那边 而且我们也有向 那个医保的 那个区主任 那个沈正强 反映过这件事 他也有打电话 给那个警察局 然后警察局只是敷衍我而已 就是讲 你给我几天时间 我会给你 打扶 可是最后也是没有 后来 那个医保区的沈正强主任 叫我写信去那个 祖宫馆那边 问这件事 我也有写 而且 他那边回信给我的就是 没有收到这个 可是这里警察局 他讲 他已经交上去了 我想是问 如果你交上去 为什么那边 他讲没有呢 而且我也有去反弹无击那边 投诉过了 他也有打电话去问 可是 也是他讲交上去 祖宫馆那边 我的票 可是没有 这里的回答 微信是没有 而且为什么反弹无击之道 这件事不进入调查呢 最后我也 他们反弹无击那边 也有帮我 打封信去 那个 祖宫馆那边好像是连政委员会 叫我去投诉 可是已经三个星期多了 也是没有回应 这单案子已经一年了 差不多 不是一两个月 我想试问一下 他们每天在报纸 我看就是讲 他们警察 工作效率已经改进了 可是到现在 你看一下 这单案子 一年了 什么声音都没有 那我们报警来 有报跟没报 有什么分别